大名騎士把車停在大馬路上 開始互相大聲噪騷 說是遲那時快 白衣壯翰一記右勾拳 打在黑衣騎士臉上 一路追打到對象車道 騎士吃了兩下膝蓋踢擊 整個人往後退 還將自己機車撞倒 壯翰一記左勾拳 將對方打倒在地 之後又是左右側踢 黑衣騎士根本無從還擊 壯翰男想打上癮了 回頭再補踹一腳 甚至狂揍臉部 一旁民眾看不下去 出面制止趕快報警 貨保打群架 警方出動快打部隊鬥場 發現只有兩名當事人 其他都是圍觀民眾 兩名騎士起糾紛原因 原來是在收走前 潘信騎士在中心橋機車道 遭到誠信騎士逼近超車 受到不小驚嚇 心聲不滿追車理論 沒想到越講越火大 動手打人 誠信騎士因為受傷 當下就送中心醫院去治療 之後也對這個潘信騎士 做一個傷害的提告 這名潘信騎士身高約170公分 踢隔虎背雄腰出手招式 一下踢擊一下左右勾拳 搭在安全帽上好不遲疑 讓人懷疑是不是專業武術人士 看起來是不是像是一般習武之人 因為有在練的人 我們才知道說這種東西 其實是已經非常有危險性的 開打不到5秒迅速將人撂倒在地 真正武打技巧 瞬間就讓人失去反擊能力 但如果這樣的技巧 用在一般人身上 恐怕非死即傷 只是單純行車糾紛 就施展拳腳當街把人痛毆 恐怕也是目前警方處理 最誇張的陸怒一族 記者陳家浩 陳芷芳 台北報導